推行食农教育、河滨国校和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合作 在校园开辟一处教学农园 种植番茄、茄子等季节食书 并使用回收与水灌溉 让小朋友从耕种、熟成到做料理与品尝都亲自参与 了解食材来源和环境生态 从小建立他们珍惜食物和爱惜资源的观念 轻轻的,轻轻的把它拿下来 小朋友开心采收藤蔓上一颗颗光泽又饱满的番茄 不过这可不是哪一座农田 而是河滨国萨里的教学农谱 是学校推行食农教育的重要发芽地 我们学校的食农教育的教学农园 透过社大他专业的人力跟专业的讲师的进驻 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从产地到餐桌上的一个相关的知识 那我们的本位课程呢 因为跟社大结合互利工生更有成长 让孩子们也可以学习到更多 与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合作 将学校厨房后方的荒废空地开辟成农园 并将强调亲手做的体验教育融入课程里 让小朋友透过亲自参与完整的农产品生产过程 认识食物怎么来并学会珍惜 大人都会把食物切成小块 其实小朋友不知道那个食物的原型是怎么样 可是他透过校园菜谱他从种子 育苗的部分开始 他开始到他采收 甚至到他料理 整个过程他都有参与的时候 第一个他不喜欢吃的食物 他还是会尝尝看 也许他会觉得其实不难吃啊 那个破除刻板印象 另外一个他就会珍惜食物 结合受大的专业师资 教育孩子从认识食材到种植收成 小朋友不仅可以体验栽种收成的乐趣 还可以借由学校厨房的协助 制作和品尝自己种出来的蔬果 那你采收了多少 很多 卡里的收成拿出来 我们全班的收成 很多 我们用番茄做了 餐米饰 还有番茄加密件 还有番茄沙 还有沙拉 自己做自己采收的食物 料理让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教学农园里 除了番茄 还有各种季节食蔬 而这些蔬果 不仅都没喷洒农药 用来浇灌的水资源 也是取用园区内的水铺满里头 回收的雨水 将水收集起来 然后提供给社大专业人力 来做一个浇灌 那我们也会开辟地下水 让社大这边 可以来帮忙做浇灌的时候 孩子们也可以重重学习 利用环保的方式 来做一个食农教育 推行食农教育 河滨国校透过让孩子实作 了解食物与环境生态 将知识结合体验 感受种植的乐趣与辛劳 建立友善环境的观念 就从小时候开始扎根 港东新闻王思武夏小星 采访报导 则访报导